你对北欧有什么印象 北欧是不是很冷 然后白雪矮矮的 好像印象中是高福利的国家 然后可能工作时间比较短 生活也比较舒适 应该是风景很好 然后生活很悠闲吧 好像很遥远的样子 主要是印象也不是太深 旅游胜利 感觉那边很漂亮 我觉得文化特别好 是的 应该在海边吧北欧 那空 那温度比较好 北欧比较冷吗 冷 很冷 太冷了那边 大部分时间都有积雪 应该是 我就知道北欧的装饰风格 它是很温馨的很干净的 平时谈的比较多的 Less is more 可能都是北欧的一些风格 比较简洁 比较简约的风格 北欧像瑞典的手表 我们对这些东西比较知道一点 其他还没什么 有很多巧克力 还有巧克力 你知道北欧有哪些国家吗 我知道丹麦 在挪威 瑞典 冰岛 应该是这样 北欧 瑞典 丹麦 挪威 丹麦 挪威 芬兰 芬兰算吧 瑞典 丹麦是吗 瑞典 芬兰 挪威 还有其他的吗 我暂时想不起来 不太清楚 这个不是很清楚 美国是不是 西班牙那种不算北欧吧 北欧兰算不算 瑞典 瑞典都是 瑞典也是 瑞典是在北欧吗 瑞典不知道算北欧 瑞典应该是在中欧 阿尔卑斯山以北都是北欧 是吧 荷兰啊 荷兰是北欧吗 荷兰不是北欧 那其他就没有了 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 你们想不想到那边去旅行 非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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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去哪 想 想 想要去的 要去的 有机会当然来去的 肯定想啊 想 我还想去那边留学呢 对 这边 有点想 有点想 是不是有极光呢 你点 看得到的 会想去看看 应该会去一个短途的旅行 有时间可能会去吧 为什么 为什么想去 有什么 自由 想看一下那边的风景啊 这些东西吧 因为风景很好 好啊 刚才说的那些优点吧 风景优美啊 然后 各种 都有保障嘛 嗯 印象里面北欧大家过的都是那种 比较 就是轻松 然后就是 安稳的一个生活 想去看一下 以后有机会 各个地方都想去看一下 北欧的话 那肯定是想去买手表啊 像我们这边冬天可能都不大会有雪 北欧那边的话 冬天应该会有很厚很厚的雪 因为很多人都去那边 可能去滑雪啊干嘛 还有一些那个当地的神话故事 和那种本地的食品 纪念品什么的都会很有意思 其实当地也很特殊嘛 就是集中节 我肯定会挑一个集中节有关的时间 会去看一眼 选择去北欧的话 可能也是靠近北极圈部分吧 因为比较会有北欧的一些特点吧 但是你也知道中国人实在太忙了 一年假期都很少 我现在一年可能加起来 假期也不多